嗨大家 歡迎回到語言的吃蘋果頻道 我發現今年大家對於iPhone16系列 又愛又恨的討論度算是蠻激烈的 這一次的iPhone16應該可以算是這幾年來 被罵得最兇最慘的一年了 也是 畢竟我們等了好多年 都沒有看到什麼大更新了嘛 就連我今年自己開箱這台iPhone16 Pro 也是吐槽點滿滿 還沒有看小雨球記得點右上角喔 但神奇的是 雖然今年有很多小雨球很多網友都留言說要棄買 可是根據我的不可靠觀察 我又發現這一次我身邊換iPhone16系列的人 非常非常爆炸多 體感最明顯的就是我身旁的家人朋友 再到他們家人的朋友 超級多人這次都有換機 而且他們幾乎都是從iPhoneX啊 11 13這幾個系列換上來的 然後我開麥的幾天滑IG的時候 就每滑兩下就發現 欸 怎麼又換一支了 滑兩下 欸 又一支 又一支 這真的是我前幾年都沒有看到的狀況 所以我也有發現說 現在大家要嘛就是每年都換機 要嘛就是可能兩年 再來就是五六年才會換機了 不換的人每年都是等明年 會換的人呢 罵的不罵的也早就換了 但其實這兩派人馬當中啊 還是有一些中間選民存在的 像我這一天的臉書啊跟IG 就收到非常多小雨球私訊敲碗說 到底要不要換機 以及他們正在糾結 到底是要換Plus啊 或是直上Pro等等的選擇障礙 那針對小雨球們的各種疑難雜症呢 我當然是有求必應啦 今天這支影片就來分析這次的四款機型 到底適合誰應該要怎麼購買 iPhone16系列全系列的選購建議 懶人包請查收 不管你選哪一支手機 你都值得擁有Castify手機殼 這次在日本帶了兩個新寶貝 旅遊必備當然還有背帶 跟可可愛愛手機吊飾啊 出遊坐車想追劇 交給我喔 一秒打開立架 0-150度各種角度都可以瞧 要直要橫都OK 隱藏在相機環的設計好聰明 不額外沾空間手也不會被給到 而且沒有螺絲不增加重量喔 小熊櫻花款很Q 跟iPhone16 Pro沙漠色超搭 重看也重用 該有的防護也沒小 通過三倍軍規級防摔標準 兩公尺高的防摔測試也有達標喔 這趟來日本是要偷偷吐襲我弟 殺到了 但失敗了 為了隨時偷拍它 我也備好了背帶 不要以為粗神會壓迫 其實掛起來蠻解壓的喔 背帶才用雙色混編設計 這次我選了跟我的金沙波點 穿搭最大的文青藍 Bling Bling拋光的雙重龍蝦口 有質感又增強防護力 8毫米支撐背帶很穩固 掛一整天也完全不痛 鏡面最大的優點就是 隨時補妝不用找鏡子 把鏡面手機殼當鏡子 補口紅 加睫毛輕輕鬆鬆 咔嚓 還能讓情侶閨蜜捕捉合照最下趴 鏡面它不是玻璃水不怕碎 它採用的是電鍍塗層聚碳酸質所製成 魔鏡啊魔鏡 誰最漂亮呢 鏡面款手機殼也有防護力 具備一倍均規防摔標準 通過1.5公尺高防摔測試 邊框還有做架高來保護螢幕 看看我手上的小櫻桃 欸櫻桃手機不可能沒有櫻桃掉是吧 不愛加倍 出國購物Shopping 大包小包 沒手拿手機 那就掛在手腕吧 採用防水耐用的芝神手工打造 讓你放心解放雙手也不怕流汗 連手腕都沒扣位了嗎 那就索性掛在包包上也OK 內價款 鏡面款 最多花樣選擇的手機殼 就選Castify 連配件都可愛到不行 出遊配創搭最有個人特色的手機殼 優惠好康爆於你之 迅速欄有我的專屬連結 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 就可以想折扣囉 先來看看誰適合一般版的 iPhone 16 跟iPhone 16 Plus 我覺得呢 如果你是iPhone 11 12 13 14的一般版用戶 今年想要換機的話可以升級 因為老實說啦 我覺得今年一般版的iPhone 對於一般用戶來說 比起Pro的CP值是要更高的 因為它的處理器直接跳了兩代 從A16變成A18的晶片 記憶體也終於終於給你了8GB 然後精英玻璃牛 拜拜全面換成了動作按鈕 新增的拍攝控制鍵 雖然不好用 但至少沒被閹割還是給你了 然後鏡頭是改成了垂直的排列 所以你想要拍攝空間影片也是OK的 其他包括我很喜歡的回音功能 還有攝影風格也都有下放 雖然螢幕呢 還是維持在萬年的60Hz OMG都已經2024年了 一支要價3萬塊的手機還在60Hz 這一點我真的也是只能說 蘋果不任性的話就不是蘋果啦 你說其他正營連中階機 就已經120Hz了 So what? I don't care 那為什麼蘋果還是這麼勇敢 不提升螢幕的更新率呢 除了它的定價跟定位 可以區分的更明顯之外 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為 一直以來使用一般版iPhone的人 60Hz對他們的使用體感來說 已經非常習慣了 就好比說胡啦 他自己從iPhone11換到iPhone15的時候 也是跟我說他覺得60Hz就已經用得下下 叫他看得很習慣了 所以不想要再額外針對螢幕 花錢升級到Pro系列 所以各位 不在意螢幕更新率的人 真的還是大有人在啊 而且呢大家回想一下喔 蘋果是在2021年iPhone13 Pro的時候 才開始在Pro系列上面 加入了120Hz Promotion 試音式更新率 在那之前所有用的iPhone 你的手機就是只有60Hz而已 除非你跑去用安卓 不然你的世界就只有60Hz 這就是所謂的同溫層超厚 大家如果沒有比較根本不會知道 60Hz跟120Hz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當然啦在iPhone13 Pro之後 每年的一般版就是會 時不時被拿出來比較一下 變一下 欸你覺得我要買一般版還是Pro版啊 欸你覺得買兩顆鏡頭就好了 還是三顆鏡頭比較夠用呢 大家一定都有遇過 你身旁有這種人在買iPhone的時候 是以鏡頭數量來區分到底誰是誰的吧 這就也呼應到了很多人在買iPhone的時候啊 其實拍照表現鏡頭機身的質感對他們來說 遠比什麼螢幕幾赫茲 記憶體幾GB 然後處理器用耳袋還要更直覺更重要 這次一般版在拍攝上啊 新增了一個大家都拍手鼓掌的功能 就是支援了拍微距 這對喜歡拍照啊 又想省錢人來說應該非常值得開心 你在拍攝上面又多了更多的選擇跟彈性 那這次一般版跟Pro版 他們在各個不同場景的使用情境 拍攝表面上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實拍照 其實如果只是要隨手發發社群 不特別放大看細節的話 我覺得一般版跟Pro版的差異沒有到非常大 但是如果放大看的話 Pro的細節肯定還是更多的 包括建築物的紋理啊 還有字體的清晰度都略升一籌 不過以彩度來說 我發現一般版比較飽和比較亮 以拍實物來說啊 好像是一般版會更可口一點哦 但整體HDR的表現還是Pro更好 而且Pro版呢 也比一般版有再更廣角一點點 那微距的部分我就覺得兩支的表現差不多 夜間拍攝的話也是Pro的整體成像會更清晰 對於光線的控制呢更有一套 不過其實一般版的表現也很不錯了 只是如果放大看的話 油畫塗抹感還是比較重 至於拍人的話 一般模式我覺得兩支沒有什麼差 但如果開啟人像模式 我自己好像也是喜歡Pro多一點 主要是色調整體比較柔和一點點 就一點點 但本來照片好不好看這件事情就很主觀 就交給大家自己選擇囉 我現在面前呢分別有iPhone 16跟iPhone 16 Pro 因為我前面有提到說 這次iPhone 16系列的四款機型都有支援混音模式嘛 但是只有Pro系列 它才有配備四個錄音室等級的麥克風 所以在收音上面兩者其實應該是會有差別的 不過因為現在在室內 我覺得差距沒有到那麼明顯 現在呢就跟著我一起瞬間移動 到市外 GO 嗨我現在人在六本路 剛剛吃完拉麵非常的滿足 其實我這一天來日本天氣都滿糟的 我還沒有看到日本的太陽過 不知道是怎樣 很衰欸 但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影片的錄影表現 以及現在呢 我旁邊有一個分是小人造貨物 大家可以看看背景聲音跟人聲收音表現 清不清楚 下難的部分我這邊也直接附上 搭載A18晶片的iPhone 16 以及搭載A18 Pro晶片的iPhone 16 Pro 他們兩支手機在Geekbench 6上面的跑分如何 iPhone 16在CPU的跑分上呢 單核是3243 多核是7865 iPhone 16 Pro則是單核3370 多核8204 對比一下前面幾代 一般版iPhone 16 它不論單核或多核的表現呢 都贏過去年的iPhone 15 Pro系列哦 而今年的iPhone 16 Pro 還更贏過了搭載自家M1晶片的iPad Pro哦 而在GPU的跑分上 兩支的差異就比較大了 畢竟A18跟A18 Pro之間呢 還有一個GPU核心的距離 所以分數來到了28068跟32796 但iPhone 16對比去年iPhone 15 Pro依舊勝出 所以這次iPhone 16系列的四款手機呢 他們在效能表現上真的還是很有料的 過去呢可能會有很多人想說 欸如果前一代降價的話 我要不要買上一代的Pro就好 不需要買到這一次最新的一般版呢 但針對這題我今年呢 是投心不選酒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說 今年一般版的iPhone 16跟16 Plus 更超值的原因啦 相比去年它沒有漲價 你一樣是花3萬塊左右就可以入手 那它有A18晶片 有混音模式 攝影風格的調教 以及Apple Intelligence 它都是Ready的狀態 那它要玩3A大作也沒有問題 拍照表現呢 待在更新的之後也都不失水準 也不怕不支援之後的AI功能 而且今年針對鏡頭 還有重新排列設計 讓別人一眼就可以知道你拿新手機 欸別說你不在意 這點很多人在意喔 那我覺得今年對比去年的一般版跟Pro版 這次iPhone 16 CP值真的沒得挑 說到Apple Intelligence 就不得不提去年購機的朋友們 會有多鬱悶了 因為去年一般版的iPhone 15跟iPhone 15 Plus 竟然沒有辦法支援接下來的AI功能 就這樣子棄一年之內的購機用戶與不顧 這鬼認性我真是有點嚇到 想要用上Apple Intelligence 你的手機就必須是iPhone 15 Pro 或是iPhone 16系列 所以如果你今年想要換機 可是又想省錢買上一代的話 我就會建議至少要選擇Pro系列 畢竟接下來就是AI的世代 你手中的裝置也是要AIReady才行 但如果你覺得你對AI沒差 或是之後會黏黏換機的話 那就當我沒錯 至於一般版的16跟16 Plus要怎麼選呢 他們兩者在各個人的版本 價差都是3000塊錢 那最主要就是差在尺寸大小 重量跟電量 欸他們兩個的官方重量數據差了29克 iPhone 16相對來說 手感一定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女生要放包包 或是男生直接放口袋 都會更加的便利 然後旁邊的這顆拍攝控制鍵 相對來說也會比Plus更容易按到 那一樣偏難用 而6.7吋的iPhone 16 Plus呢 雖然說今年蘋果借著電量王者地位 被iPhone 16 Pro Max給擠了下來 但是Plus呢 它的續航表現依舊非常厲害 加上螢幕夠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本身 是有長時間的追劇或是玩遊戲需求的話 三萬出頭的Plus呢 可以當作你的首選 說到這呢 我也有發現 就是有很多以前都是一般版的用戶 今年是直接升上了Pro系列 我就很好奇說 如果過去幾代一直都是用一般版 那今年直上Pro的新進是什麼呢 我猜不外乎就是經濟調整能力變得更好了吧 或者是以前可能一直都是用安卓 然後可能就轉換個陣營 來用蘋果試試看 先換到一般版 那熟悉了之後呢 再用上就是所有的功能啊 都更全面的一個機型 這部分呢 就等我之後有了解更多 再來跟大家分享囉 再來我忘記我在哪邊有看到 有一個人在糾結說 iPhone 16 Plus跟iPhone 16 Pro 他該怎麼選 為什麼我會對這題這麼有印象呢 因為他說他不care 120Hz的更新率 這就有趣囉 因為過往如果我們想要讓大家 可以快速抉擇一般版跟Pro版的話 通常啦 螢幕更新率會是很大的一個考量點 但是他就說他不care 那他糾結的點到底是什麼呢 我覺得如果以iPhone 16 Plus跟iPhone 16 Pro來說 你不在意更新率 其他的一些小差異也沒有很care的話 你只希望可以有大螢幕跟大電量 那絕對就選iPhone 16 Plus 省下的這4000塊你可以做更多的運用啦 但如果你想要什麼規格都有 什麼配備都有 同時又希望電量的螢幕都要大的話 不考慮預算 那就直上iPhone 16 Pro Max吧 多一顆望遠鏡頭 5倍光學變焦也是非常有感的 而針對錄影的部分 Pro系列還有4K 120fps的慢動作錄影 還有支援ProRes的格式 慢動作錄影 他還可以讓你隨時的預調整倍數 跟不同的區間 讓你在影片節奏的掌握度上面 可以有更多不同的玩法 那ProRes的格式呢 讓你針對影片後製調色啊 可以有更多的寬容度 但我不太確定 非攝影專業用戶 到底會不會用得到 以及容量扛不扛得住就是了 還有一點呢 就是Always On永遠顯示 Pro有Plus 5 如果你很喜歡這個功能 希望可以在鎖定畫面的時候 就直接看到螢幕上面的時間 跟通知的話 那你必須考慮一下 因為一般版不支援 只有Pro才有 那就選Pro吧 但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太習慣的 他會想說 奇怪我手機螢幕怎麼是亮的 會擔心說自己是沒有按到電源鍵 所以就乾脆不用這個功能 那這一點呢 你就可以略過啦 最後呢 我們來單純討論Pro系列 我覺得如果你是上一代 iPhone15 Pro系列的用戶 錢省下來真的不用換 尤其是 不要為了拍攝按鈕換 除非你是重度裹粉 或是跟我一樣 超愛這次的混音功能 不然我覺得 真的可以等明年的iPhone17啦 他針對今年的一些更新啊 可能會有更多的優化 做得更成熟之類的 還有我覺得 iPhone14 Pro的用戶 其實也可以讓他再站一面 先不用急著換 除非你是很迫切的 想要使用新的AI功能 或是你已經過飽了 需要回收花錢的話 那就再來換吧 那這次Pro系列的兩支呢 真的就是差在尺寸 重量還有續航 容量的話 iPhone16 Pro則是多了 128GB的一個選擇 算是比較親民評價一點點 那iPhone16 Pro Max呢 則是跟往年一樣 都從256GB起跳 他們各種版本的價差呢 都是台幣4500塊錢 就交給大家自己評估囉 以上呢 就會正在今年iPhone16系列 四款機型的一個選購建議啦 老實說因為今年一般版跟Pro版 他們差距真的變得非常的小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有更多人 就是陷入了選擇的障礙 就是很糾結 不知道到底該怎麼選 希望我今天的這支影片呢 可以幫助到大家解惑 然後做出更容易的一個選擇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或是補充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我們理性討論喔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各位朋友們 請你們打開你們的YouTube頻道 搜尋與NYU底線N 按讚訂閱小鈴鐺開起來 謝謝大家